好 响应的第二节 跳转响应 那么所谓跳转响应呢 就是重电像 重电像的状态码是多少 还有呢 三口的都是嘛 30X 三开头的都是 那么最常见的呢 就是301和302 那么301呢表示 表示什么 永久重电箱 302呢表示 临时重电箱 好 那么在有一些页面 例如做这个添加操作 那么操作完成之后呢 我们不能停在当情页面 那么最好的做法呢 是有一个跳转操作 那这个跳转呢 就需要有一个跳转响应了 那么 还有没有印象这个TP里面 有那个笑脸那个 还记得吗 那个笑脸那个 是跳转过程中 它的一个提示页 对吧 那么LARO这一块呢 我们也可以去 去做这个跳转 但是有区别在于 那么TP是在跳转的同时 给用户提示的 是吧 而LARO呢是跳完了之后 才提示 而且跳完了提示 这个提示内容呢 还得用户自己去输出 他不会自己帮你输出的 需要用户自己手动输出 这是有点区别的 例如我们之前呢 有一个上传的代码 上传的代码 就是这个地方 当时我们说 我们还没有讲到跳转 所以呢 我们首先来了一个三元 输出OK 或者说失败 那现在呢 我们就可以在这个代码基础 之上呢 做调整了 那么后续呢 比较理想的情况就是 用户呢 如果处理完成之后 我们可以给他一个跳转 成功之后 跳哪去 失败之后 跳哪去 这个呢 是这个操作 那么这块呢 按历史要求说 成功之后返回上页 失败之后 输出错误信息 好 那么跳转如何跳 看这块 跳转方式二选一 跳转方式二选一 那么这块先看第一个 Return Redirect Redirect 跳转 跳哪进来 地质高转 路由 然后 With arrows With arrows With arrows 表示 在跳的同时 携带错误信息 那么由于带着这个错误信息 可能不止一个 所以 速度行事 那么 该参数的路由呢 可以是完整的一个路由 也可以呢 在这个地方用root加路由别名的方式来获取路由 两种写法都可以 这是第一个用法 第二个用法呢 是 Return Redirect 2 Redirect 2 那么这种写法呢 其实用的不是特别多 为什么呢 因为本身路由呢 我们可以放在redirect里面 结果呢 你说 direct里面非不放 非要放在后面的2方法里面 这样的话 代码量肯定是比之前多的 而且呢 还没有之前那个简单 所以啊 咱们记的时候呢 就记上面这个 上面这个表 带错误信息 如果不带的话 那就直接写Return Redirect 加路由就可以了 啊 行 那么错误信息 我们可以携带 前端用户呢 也可以呢 在页面里面去获取 如何去获取 错误信息的获取 与之前自动验证块 自动验证那一块的 操作方式一样的 通过一个变量 叫Dollar Eros 可以甚至这么说 如果待会我们这地方的 这个错误跳转的话 还是跳到那个test8 那么我们连前端的代码 都不用改 因为我们test8 当然是不是已经做了 这个错误题式了呀 所以这个错误题式 可以继续用 来吧 看这个案例 看怎么来 案例代码 要求更改之前 上传方法 在添加成功之后 跳转到跟路由 失败 则返回上一页 那么跟路由是啥呀 瞅一下 Hello world 行 好 按理要求 看明白了吗 成功跳到跟 失败 跳到8 当然啊 还要干嘛 携带 错信息 你不能空手过去 得带错过去 好 来 这一行咱们就先 输了 这一行就先输了 然后接下来 我们需要判断了 如果 到了 result 为真 说明 成功了 是吧 成功 R1 Q RN Return R1 DIR ECT 不是 Direct 去跟路由 跟路由 是吧 杠 那么也可以用别名 那么这个时候就得看我们有没有起别名了 他说没起啊 你要起别名的话 比方说 Name 然后起个名字 跟嘛 Root 是吧 那这一块 你在用的时候呢 就可以不用写这个斜杠了 你就可以写 Root 叫Root 这前面不叫Root 叫Net 就这个 Root 但这两个发音一样 就是意思不一样啊 这个表面 用路由方法 这个呢 是别名 但两种写法都行 你用斜杠也行 用这种写法也是可以的啊 啊 写上简单 对 好嘞 那如果失败了呢 Root R-E-D-R-E-C-T Direct Test 8 还要带错误啊 With E-R-O-R-S With Arrows WithArrows E-R-O-R-S 带上一个 书组 那么带上书组的话 这个书组呢 在这个地方 呃 没有特别的要求 就是可以是 简直输组 也可以是 所有的输组 如果你写简直输组的话 这个简 随便自己定义 啊 其实主要要的 它要的是元素 并不是要的那个简 啊 好 那这块我们告诉他啊 叫 用户添加 失败 啊 用户添加失败 啊 来访问一下 Test8啊 就是当前面 呃 222 丢简 丢箱 文件 选一个吧 桌面 然后图片 好 dpu4 他把这个验证码 也给他写到 写到里面就了 是吧 那么验证码是我们在之前后左的 后夹的 所以呢 这个问题当时没有注意 那么现在我们在这个地方 还要把谁排掉 YZM 啊 验证码给他去掉 啊 重新提交一下 啊 验证码失败了 邮箱 头像 Y 8 第4 跳过来了 看这里方的状态 302 啊 是临时的 等一下 OK 那这个说明成功了啊 啊 那么现在我们来个失败的 哎 好难哪 想失败怎么办呀 但是我这个家肯定是成功 把验证关了 他应该也能成功 这样啊 我们呢 变化一下 让他成功提示失败 让他失败提示成功 那这样我们就能走else了啊 没通过验证 连自动验证都没通过 啊 MPRX 是吧 用户添加失败 哎 那错误信息呢 就随着我们之前在做自动验证的时候 那个Dellarows直接呢 在页面上暂时了 所以前端那块呢 我们不需要调 因为他们两个的错误显示 方式是一样的 啊 好 这个呢 是后面第二种的一个响应方式啊 叫跳转方式 那么跳转方式这一块呢 它是一个302的一个 重电项的一个请求 啊 那么用法呢 就是上面这两个语法 一个呢 是Redirect加路由加V0 另外一个呢 是Redirect直接加路由 那么一个带错误提示 一个呢 不带错误提示 啊 这是他们俩的区别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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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